大家好 我是高旭 高满哥 我跟你说啊 我们这个节目越来越高大上 必须啊 收拾聚火呀 对 我不止收拾聚火 关键主持人好 我们关注的话题也非常高大上 那必须 今天的话题 就像你刚刚说的什么 法语啊 相当高大上 因为法国的新任总统出炉了 听得像法式面包出炉了 这个法国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束 法国总理就宣布 中间派马克龙成为新任总统 此前的出口民调显示 马克龙得票率是超过了65% 击败极佣一候选人勒庞 去看一下 数千名的马克龙支持者 到巴黎卢夫公广场观看电视直播 当票站公布民调结果 预计马克龙胜出的一刻 支持者高举国旗欢呼 票站民调显示 马克龙取得了大约65.9%的得票 击败马利纳勒庞 年仅39岁的马克龙成为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 近60年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 落败的马利纳勒庞在投票结束后 大约10分钟 在总部向支持者发表演说 下个月法国将举行国会选举 马克龙当然希望选民在立法选举中 选出自己一派的候选人 从而获得议会多数 但由于他的前进运动 只有一年历史 缺乏进行立法选举的人脉根基 拿到议会多数席位的难度 可能比竞选总统还大 因此 马利纳勒庞代表的极右翼政党 仍有可能在议会选举中取得优势 社会党前总理瓦尔斯呼吁建立联盟 支持马克龙顺理施政 目前有关机构还在清点选票 预计10号会公布具体数据 投票支持马克龙的法国现任总统奥朗德 7号致电马克龙 祝贺他当选 奥朗德表示 这次选举结果显示 绝大部分选民希望围绕着法国价值观团结起来 奥朗德的任期将在本月的14号结束 按照惯例 马克龙与奥朗德将协商决定就职一事的事 我们下期再见